各位大家好 闖屯之戰 一開始是 給我小時間 搞一搞 搞一搞螢幕 搞一搞畫面 好 覺得他 以為已經把我們逼入死地 看上去好像是因為很窄 但其實 窄對 未必是好事 一個地形很窄 只不過是看看 有沒有辦法 利用到地形 有道理 有道理 看看情況比較好 但原譚當然不會 因為 如果這一仗能夠打贏 他就可以 立功 好 好 情慾準備成怎樣 看你了 去住 你是不是來投降 你也傻 怎麼會投降 好 接著我去逃跑 如果想逃跑得更安全 比較近一點 其實這裡 你帶個鬥袋 就應該更加安全 25個回合 那也是一樣 走 走 有這麼遠 走不遠 走 要攔住他們 走得太快 喊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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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都頗多人 原相都趕上來了 說不定可以直入曹操主營 當然是按兵不動 用不動 用不著對不起 根本沒有困過 其實是 脫困 根本沒有困過 對我來說 周圍都有復兵 根本 1 2 2 3 5 3 4 3 5 1 1 4 2 好,衝就是盡快擴大戰果,趁現在盡快擴大戰果 嘩,不是吧 先開 其實這樣又不太好,因為士兵會慢慢回復狀態 原來 其實應該要盡快把 寧願走後一點 只要他們多幾隻兵從這個混亂狀態回復 其實對我們不太好處 好,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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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跌倒了 放手 不准 一起去 不准接受它 出營 攻击 攻击 還有哪個尾獄呢? 還有風水士尾獄 原來他一去到螢幕後面就會切冰 這場很容易打 應該是不讓袁紹走 首先 風神盾下來了 然後到後面那些 風神盾下來了 風神盾下來了 好 其實到這場沒什麼特別的事都說了 因為基本上就是我單方面的追擊和屠殺 基本上只有我殺他 容易打飛翔 好,把元氣搞定 沒什麼所謂,因為經驗值必然會向上升 也必然用不完那些 他也必然用不完刹律值 不如便利用自己吧 太遺憾了,屍苔下次再對付你 又下次就算了 好,終於升到卡白 屍苔 要留給屍苔 挺不錯 建然可以恢復其他人的MP 不過不知道恢復多少 試一下 可以恢復到24點 其實相當不錯 哎呀 死了 不好意思 這樣就打贏了 完全沒有抵抗力 完全沒有抵抗力 原始也走到 激死了 氣數已盡 這位置 這位置就交給原上繼承 這位置就交給原上繼承 這位置就交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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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剷除拳 但是 算是 繼承人士的問題 由西都帶 袁紹和曹操 也算是 認識 然後 順便攻擊其他地方 這位置就短一點 因為基本上完全沒有受過考驗 早知就派一些最低等級的人出來 就算了 這集到這位置 下一集應該會比較難打 這集應該會比較難打 下一集應該會比較難打 下一集會打劉比 我們下次見 拜拜